現在教導KV02膠膜走時間把它改成走電源點的操作方式 首先將電源關掉 將插頭拔掉 拔掉之後 我們將膠膜拆掉 拆掉之後 將沒有電源點的膠膜取下 按下 按上有電源點的膠膜 再裝上去 香膠膜穿好 雞肉 鍋鏡 穿好之後 你再拿調整半,將膠膜電源打開 順時轉到底之後 再往回轉一點點 然後將後蓋 將控制箱的後蓋,六顆螺絲拆下來 開箱之後,我們會看到PC板上面有兩顆定時器 在定時器的第一顆,這個是膠膜走的時間 那我們就把它調到0.5至1秒的時間 然後第一顆是一下壓的時間 那我們主要是調這個膠膜延遲的時間 我們大概調0.5到1秒的時間 調好之後,再把它插回去 插好之後,將電源插上 將電源打開 打開之後記得把膠膜放在膠膜感應器裡面 然後下一層次 第一個,第三個已經不準 好,再按兩次 看是不是有打到我們需要的電源 看一下膠膜是不是有抓到我們膠膜上面的電源點 如果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後面的扣蓋 六顆螺絲鎖回去 謝謝